张华县长王惠美关心县级子弟兵 21日下午前往台中成功林营区 探视替代役第241梯次 及研发替代役第110梯次艺南 受到营区长官及受训艺南们的热烈欢迎 我真的很高兴 因为我们在进来的替代艺南都非常幸福 都有我们的乡亲在跟我们照顾 现在纸密跟副纸密又是张华县 来拍一下再吹一下张华之光 那我想进来到军中 看大家最主要还是第一个 因为有的已经可以到业界了 那有的你可能是到单位去 那到单位去 你不要浑浑噩噩就这样过了你这段时间 那刚刚纸密有特别讲 在这段时间是很难能可贵的 为什么 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让你拿到一两张征照 两张征照 那在这过程中 以前你可能在家你是独身的 或者你是没有很多的这个同侪 同侪的 可是到这边来 通通一群都在一起 一起吃饭 一起生活 一起这个训练 这个甘苦啦 甜蜜啦 通通都在这里面 所以这会是你人生中 非常重要一个阶段 那有经过训练之后 出来真的完全不一样 王县长每一次都来未免受训的替代艺来 所以我跟县长报告 你来未免我们张望县的艺来也是来督促我们 希望我们把替代艺训练能够办得更好 那训练过程中 我曾请各位务必就生活适应团体距离 或者学习课程上都能学习成长 成长学习 那两个礼拜过去了 我相信各位在心中都以我所成长 县府针对青年创业 开创电商财务管理 企业管理等相关课程 同时也提供青年创业奖励补助 协助青年圆梦 王县长鼓励艺南把握服役期间 锻炼身体立定志向 退伍后可以参加县府举办的大型就业博览会 找寻合适的工作 祝福艺南们快乐当兵 平安退伍 公文频道黄世亭台中采访报道